上述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美方执意签署该案表示强烈不满和间接反对 我们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我们很高兴的是半岛问题重新回到了对话谈判的轨道 朝鲜半岛北南关系实现了全面的改善和发展 中方支持朝方为推动半岛无核化 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我们也支持朝方坚持无核化立场 坚持和平对话 我们也支持朝美和朝韩双方延续当前这样良好的互动的势头 继续互视善意 巩固互信 改善关系 共同的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共同的推动 谢谢大家